生命这样的旅程 要用多少泪水来完成 是否我们期待遥远天际 一起飞翔心灶的人 这样一段话风温柔的歌词 却在近期成为无数网友的深夜噩梦 无数人被迫重温着小白传世的同款恐惧 这首名为心灶的人的歌曲 出自院线电影 周楚楚三害结尾出的教会杀戮戏 剧情里 男主在教会里手起枪落 不断枪杀叫众 伴随着依旧连绵响起的心灶的人歌声 整场戏的视听话风 显得尤为诡异 网络上 不少深深入戏的网友留言表示 整首歌曲如自动播放般在脑海里扎根 听到就感觉像是被男主拿枪指着 这部带给不少观众极强厚劲的电影 讲述的是一出狗咬狗 恶杀恶的诽谤故事 逃犯陈桂林 软惊天 是 在躲藏的日子里被告知得了肺癌晚期 于是 这个在逃多年的恶 下定决心 在最后日子干票大的 看着通缉榜上与自己齐名的其他恶人 陈桂林决定单枪匹马一个个找过去 以以暴制暴的方式 追杀这群恶人 而整个故事 也在陈桂林一路沙沙沙的氛围基调下展开 从画风来说 周楚楚三害 只如假包换的警匪爽片 但在刀刀看来 影片的亮点远不只有爽而已 在剧情伏笔方面 值得细说的东西还有很多 与歌曲新造的人所产生的后劲类似 整部电影细节伏笔所带来的东西 后劲也很足 下面 刀刀就为各位整理一波 周楚楚三害 最细思极恐 也最值得戏品的十个细节吧 一 陈桂林松开的鞋带 隐藏信息 松鞋带是为了反侦查 剧情里 身为三大通缉犯之一的男主陈桂林逃亡多年 但却始终没被警方发现踪迹 这背后的原因 导演通过一根松开的鞋带 给足了暗示 每天回家 陈桂林都会主动解开自己的鞋带 并以松鞋带的状态来到自家楼下 这个看似奇怪的操作 实际上有着很强的目的性 借由鞋带松掉 陈桂林以绑鞋带为掩护观察身后是否有人跟踪 每天循环类似操作 也是陈桂林用来隐藏自我的一个反侦查手段 无独有偶 像陈桂林这般锦小慎微的 片中也不止一人 被列入通缉榜第二名的香港仔 也会用开灯 关灯的方式 给放封小弟不同信号 以保护自己的安全 锦小慎微 显然是这帮罪犯的最基本属性 两 陈桂林的小猪手表 隐藏信息 以吃猪来指角色的属性 片中的三大通缉犯都是围惑人间的恶人 但他们恶的风格却各有不同 对此 导演结合了佛家贪真吃概念 以三种不同的动物来象征这三大恶人 这其中 象征男主陈桂林的动物无疑是猪 观传全篇 导演组以持续特写角色的小猪手表来暗示这一点 结合角色经历来看 陈桂林身上确实有着猪的核心属性吃 角色的吃 体现迷茫摸索生活方向的吃劲 大多数时间 这是一个跟猪不知道自己该干嘛的角色 枪杀黑帮大佬后的逃亡生活里 她始终是浑浑噩噩地过着 生活可以说过得相当迷茫 而在得知患癌后 她的生活方向感则在迷茫中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尽管与其他恶人没有恩怨 但她依旧说服自己以杀恶人作为目标 常人理解不了的动机 以及不死不休的镜头 也体现陈桂林的这股脂肠子吃劲 角色的吃 还体现在亦被操控的鱼吃 就像以奔著称的猪一样 男主陈桂林也明显在为人处事上很容易被骗 无论是被一张X光片带动整场杀戮大戏 还是后续被尊者给灵魂蛊惑 都带体现着角色有些愚钝的人设 也再度印证她与猪的属性贴合 三 香港仔的蛇纹身 隐藏信息 以称蛇指代角色属性 与男主陈桂林类似 通缉榜第二的恶人香港仔 也有着类似的动物代指 导演组就多次特写香港仔手臂上的蛇纹身 来给穿暗示 亦如吃对应陈桂林的属性 香港仔有着与蛇同款的称 性情多变而又残暴凶狠 角色身上有着蛇一样的暴力 稍有不如意 她就会就地发火作恶 小弟聚会上的一笑 会招来她连砸七个酒瓶的警告 陌生人陈桂林的接近 还没弄清楚对方目的 她就直接凶残地拿刀上前 角色身上还有着蛇一样的冷血 即便是面对身边小兄弟和妓女 香港仔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逼对方服从 其发号施令的任何一件事 都是以香港仔思域为出发点 角色的身上 没有展现任何一丝人行为 可以说 这是个完全没有优点的极致恶人 四 福音书的鸽子封面 隐藏信息 以贪歌指代尊者 通缉榜二 三位恶人都有对应的动物象征 榜一大哥尊者自然也少不了 而在该角色还没出场前 导演组其实就已经给出动物意象作为暗示 在男主找到的教会福音书封面上 赫然画着一只飞翔的白鸽 结合剧情看 身为教会组织人的尊者 却是跟鸽子很像 两者的共同点 都在于外在与内在的不一致 表面上看 尊者就是如蓝天白鸽一样平和安静 与世无争 人畜无害的温柔画风 以及看似弱不禁风的身板 都给人一种角色不像恶人的感觉 但从那里看 角色却隐藏着戒教会敛财 并随着剧情深入逐渐显现贪得无厌的一面 就像身为杂食动物的鸽子 长饮无节制贪食带来负面效应 并在佛教概念里成为贪欲的代表 尊者的身上同样一面善良 一面贪婪的属性特征 这样的恶人的恶难以察觉 这是三害里最容易蒙蔽他人的 五 陈桂林拿枪画出的血食字 隐藏信息 嘲讽对方求神无门 关于角色之恶的刻画 片中还有很多小细节 影片开场男主陈桂林枪杀某黑老大时 就有一个小细节体现他的恶 从远端给了黑老大一枪后 陈桂林并不急着逃亡 而是不慌不忙地上前接着补了九枪 连开这么多将才跑 并非陈桂林枪法不准 而其实暗藏深意 上前补枪的他 前几枪并没有刻意击中要害 而是以子弹为介质 在黑老大画画 从先左右后上下的开枪顺序看 他实际上是在黑老大身上 画了个血色的十字 而远端第一枪 加上近距离作画的九枪 数字合起来也是汉字里的十 这样极具仪式感的操作 也被不少人理解为 是男主在嘲讽对方求神无路 而从另一个侧面看 以解构宗教为乐的男主 本身显然也是个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六 陈桂林的九个圣碑 隐藏信息 一点都不想自首 对于陈桂林不想自首这一点 片中还有很多地方体现 比如 陈桂林寝视神明的九个圣碑 在得知自己患癌后 陈桂林曾以摆圣碑的方式 寝视神明自己是否该自首 从实际过程看 他是连出九个相同结果的圣碑 才无奈去自首 而连续寝视九次的操作 也证明他潜意识里 对前八次结果自首不满意 本质上并不认可所谓的神明意志 而在第九次摆出圣碑后 他望向神明雕像时的怨恨眼神 却也是完全不藏着的 而在后续剧情里 尽管陈桂林在摆出九个圣碑后 去警局自首 但他依旧随时给自己找台阶下 晚上自首时人太少 不去 白天自首时人多了 但却没人重视他 于是他又改变了主意 以杀光通缉令的方式代替自首 似乎 所谓宗教信仰 只是他为自身行为 找托词的工具 七 小猪手表的 消失 隐藏信息 暗示男主心中仍留存的善良 男主陈桂林 固然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 但内心深处 倒还真有一处留存的善良净土 每一次杀人时 他主动收起小猪手表的行为 就是个明显暗示 这块手表 是他的奶奶留下来的 多年来一直被其戴在身边 以代表与否作为区分 可以很直观看出是否想杀人 不愿让他人血迹 沾到代表祖孙感情的手表 于是每次杀人 他都会先行摘表 而到了与程小美 医生的交谈中 相对信赖对方的男主 倒是基本一次没拉地把表戴上了 这也代表本质上 他不想伤害对方 相比于其他两个恶人 陈桂林确实是有人性更柔软一面的 八 金毛小弟的改行 隐藏信息 间接被陈桂林的枪声 改变人生 影片刚开始 男主实际上很彻底地改变了 就是黑道老大追思会上的那个小弟金毛 聚会上 这个入行不久的金毛 对着眼前的陌生人 陈桂林假扮 各种海聊帮派切口 从满眼带光的画风看 此小伙有点崇拜单枪匹马的陈桂林 还似乎将蛊惑仔当作梦想来追 但到了四年后的剧情线里 金毛却与蛊惑梦想行建员 而是改行成为一名酒保 而见到自己口中的牛人陈桂林时 小金毛眼中的紧张 也是一鱼眼表的 在我看来 在四年前亲眼目睹不起眼的陌生人 即陈桂林 开枪打死黑老大后 小金毛以直观视角感受死亡就在身边 也感受到帮派的残酷 本质来说 尚未踏入帮派的他 就像被男主拿枪吓跑的教众一样 是被男主的枪声给拉回正道的 就 尊者死后的教会歌声 隐藏信息 真正的尊者或许另有其人 整部周处出三害最高潮戏 无疑是片尾男主在教会枪杀一群愚昧教众的戏 而在这场戏剧张力十足的戏里 实际上也暗藏一个细思极恐的信息 这个以脸才为目的的教会组织 幕后首脑人物 大概率不是尊者 这一点 从尊者被杀后 教会依旧在唱歌可以体现 在表面上象征教会灵魂的尊者被枪杀后 这群教众并没有做鸟受散 而是由组织地继续唱了起来 而这 也隐隐暗示了 还有类似于尊者一样的 精神象征存在 而这个人 显然就是那个拿着吉他的女教众 回看前期剧情 也有不少信息点可以佐证 吉他女是不亚于尊者的核心的猜测 陈桂林刚来教会时 尊者曾在一句台词中提到 这本书的字是我写的 但误到道理的不是我 是另有其人 而在平时传教时 在尊者前方传教时 吉他女也在正后方CV默默看着 从镜头语言看 角色隐隐有一种躲在背后操控的即视感 或许 真正的尊者可能另有其人 零 未曾出场的周楚 隐藏信息 男主陈桂林即是周楚 但周楚 或许不止陈桂林一人 最后一处细节 让我们回到片名本身 观传全片 片名所出现的男主周楚 仅在一句台词出现 导演也没安排剧情补充 说明角色背景 而只要简单一番周楚的历史典故 我们能很容易看到周楚原型 与影片故事内核的共同 周楚除三害的典故 出自是说心语与禁书 讲述三国末年之名 恶霸周楚的故事 平日里横行相间的他 偶然听闻有相间三害的说法 自诩为猛士的他 决定前去除害 但在灭掉前二害和交与猛虎后 尚未找到第三害的他 却发现湘民已在庆祝三害已除 原来 周楚正是外人眼中 与猛虎并列的第三害 众人以为周楚与猛虎同归于尽 至此大肆庆祝 此时 周楚也才醒悟自己的口碑之差 并从此喜心革面入室为官 从直观剧情看 本片里的周楚 肯定就是追杀其他恶人的陈桂林 尽管身上仍留存不少恶人的缺点 但他追杀其他恶人的行为 确实实实在在地除恶 但从更宽泛的角度看 周楚也更像是 坏人们自我救赎的精神象征 比如大半生帮助黑道的医生 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为昔日过错做救赎 显然 影片虽不见周楚 但却处处可感受到周楚的气息 这些看似不易察觉的细节 其实暗藏着两小时电影没讲透的话 戏品之下确实是后劲满满 真正看懂这些细节 也才算读懂导演所表达的浪子救赎内核 对于周楚楚三害 刀刀也还是那句话 这不是一部爽片 而是一部能让你看完久久深思的后劲神作